父亲为了成为萨普界顶级的VIP,不惜抛家弃子,便买家里所有财产,眼前的家庭便是受害者,爷爷奶奶对这个逆子失望透顶。 但是14岁的孙子在此时却站了出来,索拉法并没有打算出去找父亲,而是决定去外地打工供养爷爷奶奶。 不仅五个小时来到了繁华的小镇,在同学的介绍下,索拉法来到离处饭馆工作,眼前的三个孩子主要负责削土豆,饭店的生意异常火爆。 这让他们一天至少要工作15个小时,有时忙的时候,索拉法也会负责上菜,他必须加倍小心,因为手里的饭菜很有可能是他几天的工资。 饭店生意的客人络绎不绝,他们必须加快手里的动作。 索拉法的同学已经熟练掌握了削土豆的技巧,但是出来炸到的索拉法则并不顺利,在削土豆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手,只能用塑料袋简单包扎,便又开始了工作。 同伴们对于索拉法的遭遇并不会同情,因为他们的手已经千疮百孔,即使这样的工作也有很大的竞争意,这让他们除了削土豆外也会帮老板干各种杂活。 饭点过后,他们回到了出租房,破旧的屋子仅仅只有两平米,光房租每月就要五元钱。 好朋友查看着索拉法的伤口,这不仅仅是好友,更像是患难的兄弟。 刚来的索拉法显然有些不适应,他们只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,便又开始了下午的工作。 饭店的生意如火如荼,有时也会接一些外卖订单,但这都是靠步行送货,客户没有查评。 有时,同龄人也会过来吃饭,这会让他们很是羡慕,在他们的眼里,自己的那点工资,无论如何也吃不起一顿饭。 经过一下午的忙碌,孩子们终于迎来了下班时间,但老板却让他们清理垃圾,在这里老板的话就是命令,为了讨好老板,他们也只能默默忍受,将垃圾清理完后,老板发放了一天的工资,每人一百步隆底,相当于五毛人名利,为了能多赚一些外快,他们甚至会将土豆拿回家销。 回家后,每人取出了自己的钱包,将一天的工资好好保存,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工资,更是他们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血汗钱。 为了能给家里多多赚钱,他们甚至每天只吃一顿饭,这也是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。 结束了晚饭后,他们一边聊着梦想,一边削土豆,次日,索拉法早早地起床,这天是他回家的日子。 家里的爷爷奶奶需要他的帮助,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了一些咸鱼和一些冰糖,便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 74岁的爷爷,对儿子的萨布行为依旧耿耿于怀,孙子的归来让爷爷奶奶非常高兴,但是善良的他们却不善言辞,索拉法将买的咸鱼拿了出来,奶奶甚至都没有见过这种食物,他们对孙子的归来非常感动。 但是孙子买的东西,让老两口心疼不已,因为他们知道一个14岁的孩子在外面有多么的不义。 奶奶心疼地抚摸着孙子的手,眼里泛起了泪花,孙子的归来确实让老两口看到了希望。 但是相距总是短暂的,和爷爷奶奶简单地道别后,索拉法又踏上了他的打工之路,比起那个萨布的父亲,索拉卡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